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那今天要繼續天地結 那第三十目 決戰見邪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FB還有Twitch 好 我們開始吧 第三十目 無幻剎那 爽了 平了 馬上就會來了 拜師兄的服役教養之恩 現在的他 已經是個威武勇敢的天神門見識 就像當年的我一樣 我想你一定很想見他吧 只可惜 待會免不了 是我和他父子相產的場面 這 也是天意吧 可是 為何平和 如此反對我的打擊 這人是看似平和安樂 其實卻腐敗不堪 會惡很扭 只是我無恥之徒遍佈 為了食欲無所不為 心境比妖母還不如 這種人士 存之何益 滅之何損 我讓此有附身 也是為了載到這個服役的人士 那諾諾無知的世人 走出天庭諸神的寵庫 和幾千年來苦遭流亡 壓迫了地界的殖民 共地真正的原始星際 可是 難道我都想法錯了嗎 難道 我所思所念的理想像 只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 是啊 啊 其實我也是在騙自己 什麼締造原始星際的大業 什麼人間優毒養民動自的遠徒 都只是藉口罷了 我真正所忘的 才是你能夠復生一世啊 是的 就為了這個 我連持有復生的後果 也拋住了馬後 將來人士變成鬼谷煉獄也好 天地進回於神魔之戰也好 只要 只要 我能再見你一面 然而 我真能再見你一面嗎 即使真的讓持有復生 他們來了 千魂之哭 靈雀坦 果然是在這裡 爹 平兒 你來了 順便向你量請個安吧 看他看到你長這麼大 一定會很高興的 娘 難道沉在水中我就是 沒錯 這靈雀坦 居玄海陣中 是整個地界的靈氣 整韻之所 任何肉身 進入這個石中 可把幾股丈夫 氣血活絡 讓肉身長久不朽 當你娘 逆劫而死之後 我拼了命 將她帶來此地 至今 已經17年了 而靈雀坦中了 她 容貌如勝 任何當你一樣 爹 你如此接力 抱著娘的遺體 要通往那持有附身 那還是為難娘 沒錯 幽都總民傳說 若持有附身 天地間鎖距邪氣達到頂點 已經辭死了 六都一代的腦 便都將再次復活 引導幽都之名 重回地上 建立喜日之苦 你娘幽吉 為第九代幽都之長 這是持有陰漫的敵傳子孫 持有一旦復生 想必她亦會隨之復活 回到今世和我們父子團聚 爹 就為了這個 無論您暫時的飄漫傳說 就為了你男娘 娘 附身的妄圖執念 你竟然用全人士的百姓之命 來換取持有的復活 您可知 持有附身後 會有什麼後果 那又如何 當初上代拜 連手圍殺我和你娘 你娘禮結而死 我抱著她的尸身逃到這裡 也因為流血過多而倒到鞋池 那時只覺得眼前的景象離我越來越遠 但我還記得兩派掌門的嘴臉 記得無恥出賣我的師兄 那時我的心中絕望與恨意 又有誰在乎了 爹 如今兩派掌門都已經浮出 而師父事後回顧在心 將孩兒 周圍圖爾富養長大 恩同父母 一切的仇怨至此 早都煙消雲散了 您又何必苦苦之作為報酬之事 哼 反正本作再怎麼說 你也都聽不進去 本難念在今日是你和你娘母子再回之日 不想讓你娘看到複製香腸的局面 事到如今也只有這麼做了 恩公子 小心 憑兒 富貨持有的良辰僵之 不容你們繼續再次攪亂妨礙 本作不再對你客氣了 你和你的那些朋友們 就好好覺悟吧 靈秋談判就是你們的戰神之所 爹 孩兒 孩兒得罪了 等你轉身成魔人後 再叫我爹吧 平兒 現場的你 只有死路一條 哪命來 所以前面敵人好像沒什麼攻略重點 就是打就對了 好 那 乾脆這邊 好 就打敵人 我們到劍邪那邊再認真 認真一點 等一下可以把劍邪給擊敗了 等一下可以把劍邪給擊敗了 這張其實蠻帥的 這張其實蠻帥的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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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好痛 哇 算了,他死掉就算了 偽電閃死掉也差嗎 沒差 不管啦 喔齁齁 燕明龍補得到嗎 補不到 欸,那個位子他送不到嗎 欸 那是下火藝啊 走,場門出場門已經吃到不見三人 大家真的,大家真的不喜歡這兩個人 我是希望不要出這兩隻啊 OK 再來 他怕雷啊 火跟兵不是,不怎麼怕 我這個攻擊打了好像沒什麼經驗值 OK,得到 好,給他做一集了 好,給他做一集了 差兩百六喔 唉 很好,很好 有人能和本週站到現在的 這還是同一種 看來,本週不認真是不行的了 哈哈哈哈,真正的好戲 現在才開始 有多少本事,就都拿出來吧 這是,禁法 天魔護凱 月兒,你怎麼會知道 李雄透過師父的禁法點擊時 曾經看到這個法術 此處肯平遭兇神法凱餘生 莫得法凱之禍,則幾經刀剪不入 任何刀剪作法都無法作效 但是殘餒一旦法凱平身 令他血力輕心而死 因此就轉身至死劍的魔人 或是玄魔,能夠使用 嘿嘿嘿,小姑娘見識到挺廣播的 知道這護凱的厲害 能夠當本座的媳婦 看在平兒對你一往情深的份上 待會也將你轉身為魔人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大哥,希望這天魔護凱後 還有一個後患 那就是血力藏心之後 憑作者妖力大勝 連最後一點人性都在喪失殆盡 變成全皮血念殺意形式的惡鬼 所以咱們非得… 我明白,咱們非也盡快打完他不可 可是,要如何破天魔護凱的護身禁制 這天魔護凱的妖力邪氣已重 宣傳作法只怕對他無可奈何 看著唯一可行之際 就是用九一天端之劍來攻破他 子豐姑娘,你的意思是說 和關鍵台一戰死一樣 又遇見死法非只神劍功底嗎? 嗯,不過這天魔護凱的威力 不雅於當時持有的護身妖華 未美神劍之勢被護凱氣性抵消 疑人機可能靠近之後再發現 而且天魔護凱能吸收 這位陰氣力魂增強幾滴 這巡海正是天地間陰氣極巨之所 才讓咱們拖了太久 可怕你的神劍都破不了了 天魔護凱的妖力 硬大哥,事不宜此 我們先到前面幫你料證 你隨後跟上 只供技前本人便是… 我明白了 不過待會給小心些 站不上 可惡 這黑色的氣勢實在太強了 我根本進不了身 呵呵呵 連這點天氣都撐不住 你們還想與本作爭鋒 最後天魔護凱的威力 會越來越強 看你們能撐到什麼時候 不能再這樣做下去了 好吧,進入到這個地步 月兒 發霍無魂 朝夕諸厚 太荒沈返 天坎何去 臨壇封裂 神魂共立 月兒 月兒 別亂來 進發 神魔瘋魂法 這小姑娘進來 錦像無神無魂 干擾血量圍攻 便請魔魂懸破 極像無神神雀 月兒 不行 好個有膽識的小姑娘 為了獲得天魔護凱 居然不惜借用持有的法力 但即使你血魂之系召回持有鬆魂 你的神雀靈貫終究凡屬 不曉得多久 便會被魔神立魂 多戰殆盡 那是你又是如何 我左思又想 要不然這天魔護凱 再等級持有了這麼大邪力不可 在這之前 我可顧不了這麼多 月兒 你 你大哥 之後一切 就交給我吧 我 這應該 這應該 這是天法無常念法而已 為何 會有如此威力 身為魔人的本作 竟然經不起如此一擊 你 我 你大哥 見起來身上的天魔護凱已破 我是這神魔瘋狂法 總算是沒有弄錯 月兒 快解了瘋狂之法 卻有自我和你的魂魄龍魂 這個極為危險之事 已經太遲了 神魔瘋狂化 至於神魔溺曰 先讓自己的魂居邪惑為攻 並來負了神魔兵戰 因此才被列入禁法之靈 為了藉由持有之力 我不能 已經逼他的魂魄 如今 是請神農業送神蠻了 我不是告訴過你 不用請一望用禁法 為什麼你非要清潔自己的性命 為什麼 為什麼 明大哥 我 無法眼睜睜看你受苦 但沒有我自己受苦 更要令我傷到百倍 千倍 我不後悔 為了你 我不管做什麼事情 知道是怎樣的後果 我都不後悔 那我的感受呢 你受苦 我難道不痛心嗎 傻月兒 我不能失去你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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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因此言 我已經死身無憾了 即使我神魂盡滅 變成 飄上天氣間的浮臉散破 我人會等到有一天 再轉身為人 在久遠的輪迴之後 再與你相遇 不 不要走 月兒 對不起 尹大哥 我不得不走了 這持有之魂 奪佔我的一切之前 你放心 我會一片把他帶到 黃海 黃泉去的 千百年間 他是附身無望的 有我這種後代 但如果臨終有之 大概也會氣得跳腳吧 月兒 住手 我求你住手 既無靈呼天 反明出源時 一久蒼千塵 還自在逐天 共無心無魂 尚無如陽塵 自化路太虛 有了 別了 尹大哥 希望你將來 還能進來 捏走我 捏走我 這個傻姑娘 為了不讓幾生 為魔魂奪戰 竟然不惜玉石俱焚 選擇用散魂滅魂 全都能讓它到此為止吧 休想 這一切不愧就是結束的 就算此生化回成婚 就算死婚世上破滅 這怨念與恨意 也會永遠長存於這田地間 不論等三百年寫年 本作人會等待報仇學恨自己 讓這個人是永無安寧長久之人 哈哈哈哈 這地間是 總是磨難見邪 為了維繫自己的肉體與魂魄於不善 需的是眾生魂 以填補神觀靈雀的空缺 這些生魂同時也是見邪地上的來源 使得近邪意識 通負的生魂並一口氣被放了出來 這些生魂和沉寂的靈氣相互衝擊 變為在廢油中滴水一般 令原本沉寂的靈障開始倒亂 好像晃得越來越厲害了 好姑娘 你常晃短說 此刻咱們究竟該如何是好 臨障呼吸之下 這衝擊之力會越積越強 只怕這清魂之呼 很快就會整個看他 不論如何 也趕快離開此地為宜 有好辦法嗎 此刻四周臨障太強 只怕任何飛聲之兜都會失效 為經之祭 祝我 由我念誦天法 遙引天光 向天界請戒神力 救我們逃出生天 等我一下 兒兒帶回鳳姑娘的私生 她是為我兒死 我不能就這樣把她丟在這裡 我明白 殷公子 我們會等你的 你就快去吧 待會我們在南方寬闊出衛合 多謝 殷公子 你別太傷心 多謝 藉此紫峰的天法之柱 殷劍平一起來順利逃離了行將崩潰的千魂之枯 回落雪山之間那飄雪的崖頂 劍邪已被打倒 一切又回到了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的平靜 在眾人呼到恭喜共慶太平之時 殷劍平卻向未踪他生命中 最沉重的創造中回復過來 在突然間失去一生最重要 最輕暗之等的傷痛 他將風寒月和九一天真之劍 合在血壓之旁 不言不語 不吃不喝 在木旁守著 眾人倫芳勸說無效後 只好在呼到珍重後 足以下山 最後矯程快了寒鮮秀 志願留下幫殷劍平張羅穎時 就這樣 眼看著已經是第七天了 垃圾 黑書 曼 充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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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